1月的最後一天烏克蘭空軍打算送俄羅斯一份大禮 根據俄羅斯內部的消息 24枚空射以及陸基巡弋飛彈飛過克里米亞上空 儘管俄羅斯預警雷達發現大規模的空襲 並警告空軍基地中的軍機以及高價值單位快速轉換位置 然而預警系統提供給各單位的時間明顯不夠 儘管絕大多數的巡弋飛彈都被擊落 但是這次空襲仍然成功重創三架 停放在塞瓦斯托珀爾國際機場的重型空用戰鬥機 分別是一架SU-30以及兩架SU-27 總共價值接近12億美金的軍機就直接灰飛湮滅 並且造成22名空軍人員的傷亡 這還不包含根據衛星影像已經可以確認的雷達戰損失 如果俄軍正在緊急撤離戰鬥機 這些傷亡中很有可能包含飛行員 同時黑海艦隊以過去這兩年同樣的速度 把水面艦艇晉升成水下作戰艦艇 烏克蘭派出6艘無人艇 4艘命中正在執行巡邏任務的俄國海軍飛彈護衛艦伊凡諾維茲 根據烏克蘭軍方上傳的無人艇影片 可以看到數艘無人艇連續命中目標 甚至可以罕見的看到後續的無人艇 成功撞擊船艦被攻擊後的破口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來聊聊烏二戰場的最新戰況 自從我們上次討論戰況到現在已經過了整整兩個月 儘管中國媒體大幅度的報導 俄軍的攻勢如何猛烈 烏軍都要撐不下去了 但是就算是戰況最緊張的阿富迪夫卡 俄軍仍然沒有打下任何一座村落 這當然不代表俄軍的進攻沒有進展 阿富迪夫卡的戰況仍然緊張 只是相較於俄軍原本打算在11月打下的阿富迪夫卡 一路到隔年的2月 俄軍仍然推不到市中心 然而俄軍的進攻強度並沒有降低 俄軍北部就有7個旅的單位想要往南推 把補給線切斷 第21第30獨立機械化步兵旅負責沿著鐵路往北推 第114以及第132獨立機械化步兵旅則是負責往南推到城鎮中 然而從10月一路打到現在整整4個月的時間 俄軍仍然推不進斯特波爾村 主力部隊只能在鐵路附近徘徊 東南部的攻勢較為順利 儘管不能打下市中心 但是也算是所有俄軍中唯一成功推到城市邊緣的部隊 從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阿富迪夫卡南部工業區 向西延伸一帶被俄軍佔領 並且在上週的作戰中成功建立補給線 烏軍曾經嘗試測洗但是未能成功 根據ISW的評估 目前進攻中的俄軍人數數量是烏克蘭守軍的整整5倍 同時擁有火炮以及空襲優勢的俄軍理論上 應該可以在短時間內攻下這座城市 然而儘管過去數個月的狀況十分危急 但烏克蘭仍然守住城市附近的陣地 如果俄軍進展順利 也就不會花費4個多月也搶不下任何一座村落 在這裡的烏軍的確壓力巨大 但是仍然每天都對俄軍造成巨大傷亡 一位俄軍步兵在推特上拍影片表示 他的單位總共70人 經過一週的戰鬥就只剩下14人還活著 也就是一週的戰鬥就損失8成的部隊 福布斯報導平均每佔領1平方英里 俄軍就要承受大約3000人的傷亡 根據美國解密的報告指出 前兩個月的作戰中 俄軍最少付出13000人傷亡的代價 兩個月後的今天傷亡理論上會翻倍 從2023年10月開始的主要攻勢 一路到現在快要隔年2月 4個半月的作戰 讓俄軍成功躲下大約20平方公里的陣地 上次提到俄軍要成功拿下阿富迪夫卡 還需要數個月的時間所言不假 巴赫姆特戰役結束之後 這方面的關注度就明顯降低 俄軍在鞏固城市內的陣地之後 持續往西推大約1公里的距離 南部的克里西弗卡也是俄軍的重點攻擊目標之一 俄軍沿著鐵路線 分別從北以及東方 往克里西弗卡推進 儘管克里西弗卡仍然在烏軍的掌握之中 但是附近的前緣陣地已經被蠶食的差不多 然而好消息是 俄軍並不是唯一發起攻擊的部隊 相對被動的烏軍部隊 整裝待發的往東推進 成功的在東方推出一個大約1公里深 1公里寬的突出部 南部赫爾松作戰持續進行 在烏看了搶下克林基村的部份陣地之後 持續堅持不退回涅博河北岸 從10月中的作戰以來 在戰場上回傳的影音證據記錄 幾乎沒有裝甲單位支援的烏軍 成功擊毀13輛主戰車 38輛步兵戰車 9輛卡車 以及3輛火箭彈車 相較於完全沒有損失任何裝甲單位的烏軍來說 這個交換比可以說是逆天的存在 直到今年2月初 俄軍仍然沒有能力把烏軍推回河岸北方 除了開頭提到的空襲成功 打下三架重型空洞戰鬥機之外 烏看的防空部隊也沒有閒著 12月到1月陸續擊落數架俄國戰鬥機 結合烏二雙方的消息 1月15號 俄國空軍成功完成另一個世界第一 也就是世界歷史上首架被擊落的空中預警機 同時另一架正在執勤的IL-22M 空中管制機同樣被擊傷 迫降在俄國境內的民用機場 預警機儘管沒有裝備先進的空對空飛彈 也不會攜帶遠程空對地滑翔炸彈 但是在現代戰場上的重要程度 可以說是不言而喻 無論是美軍裝備的E2C、E3 中國的空警2000、空警500 或是今天的主角俄羅斯的A50 都在現代戰場上負責複雜的空管以及預警任務 相較於地面雷達戰會因為地形以及地球取力的影響 導致雷達的散測距離有限 預警機因為可以飛到高空進行偵查 對探測距離時常可以達到地面雷達的數十倍 舉例來說美軍裝備的E2C 可以同時追蹤2000個空中目標 並且同時導引友軍與40個空中目標接戰 而接戰距離也達到驚人的550公里 體型根本巨大的E3 各是可以探測650公里遠的空中目標 俄國的A50身為同級別的預警機 對空目標的探測距離也達到650公里 對地面目標的探測距離達到大約300公里左右 但是只能同時引導10架有軍軍機與目標接戰 集中預警機不只代表俄軍一架3.3億美金的預警機噴掉 同時代表俄國空軍將會更少使用預警機進行電子作戰或是空中預警 這對於俄軍的制空權掌控會有深遠的影響 配上過去幾週 烏軍以巡弋飛彈陸續打擊克里米亞的防空雷達 如果俄軍不願意繼續砸錢搞新的防空單位 到前線填補空缺 讓未來無論是無人機 巡弋飛彈或是打擊效率都會大幅度提高 相較於A50在戰場上的危險處境 烏軍本身並沒有預警機 但是可以依靠北約的軍事衛星 以及預警機提供的情報 而俄軍卻完全不敢對北約軍機開火 畢竟現在把北約拉進戰場 大概是普丁最害怕的一件事 對烏克蘭這個冬季 為什麼會突然戰線被反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國際軍員的減少 以美國來說 美國的軍員需要兩黨的同意 目前民主黨支持繼續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 原來相對保守的共和黨 反對繼續提供援助 這對於前線的烏克蘭部隊影響非常大 基本上最常出現的都是哪一種武器 將會改變烏俄戰局 像是艾布蘭F-16 Aтакums 原來對烏軍最重要的 卻是支持每一天作戰的無人機 E-5毫米炮彈 只要北約停止對烏克蘭的軍援 烏軍將很難維持戰線 再加上中國、伊朗以及北韓 開始持續提供俄軍裝備和炮彈 後勤上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 只要後勤跟不上 戰線崩塌只是時間問題 目前烏克蘭的希望 將會寄託在歐盟以及美國重啟的炮彈生產線 以及各國軍火商幫助烏克蘭建立的生產線 好消息是 歐盟終於通過提供給烏克蘭500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這將會緩解烏克蘭缺乏炮彈和彈藥的問題 從開戰到2023年年底 美國估計烏克蘭大約有20萬人的傷亡 而俄軍的損失大約是31萬人左右 儘管交換比優勢一直都在 但是兩個國家在體量上的差異達到4到5倍 就算交換比優勢持續下去 長期打下來也對烏克蘭不利 這讓烏克蘭軍方高層需要想出更有效的戰術 來對俄軍造成更大的傷亡 並且重點關照俄軍的高價值目標 舉例來說 俄軍目前也就只有10架 A50預警機 沒打下一架就少一架 俄國的軍工產業造炮彈問題不大 但是高科技武器在制裁之後就直接難產 這些裝備的損失代表是俄國未來在國際上 將會逐漸喪失話語權 普丁就會需要考慮再這樣消耗下去到底值不值得 畢竟俄國軍火已經賣不出去 每國家願意合作研發當冤大頭 配上中國軍工體系的崛起 這樣的惡性循環真的會重創俄國未來的國防 俄國絕對無法承擔軍力 因為一次小小的特別軍事行動就有一些千里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我們大家可以介意 regular當中還放好 挑戰 我們可以拿到最高以來接種 момент OS